昨天有另一個女孩子,因為在學校紀料自殺,所以她帶她來找我 她附造了幾次,她很有進步 然後她媽媽也覺得和女兒的關係好很多 然後我說,你是不是很疼愛你的女兒?她說,是 我說,你明白你的女兒嗎?她說,我都會明白 然後我問她女兒,你媽媽明白你嗎?她說,不明白 所以,如果你回去,可以做一些事情 就是,那些家長問一下子女,我明白你嗎? 我相信,十個有八個,他們都說,你是不明白我的 OK?第一個問題 回去問子女,你要怎樣搞好親子關係 第一件事,就是你要明白大家的距離去到哪 你也以為,這些慘案,或者英兵,她以為是可以的 他覺得很美滿,但可能關係很疏離 第一件事,要問子女兒 你覺得爸爸或者媽媽明白你嗎? 即是,你是真心說的 另外,只是心理準備,不要罵他 我不明白你,你怎麼搞的?你吃誰? 那就不用說話了 你就先忍著 然後你第二句,就問她 我不會罵你,這次學完的事情,我就要了解一下 我現在和你的距離去到哪 第二件事,問她 我怎樣可以明白你? 昨天那女孩子說 媽媽說,我很疼你 她說,你不明白我的女兒 她說,為什麼?因為你經常叫我做功課 她以為經常叫她做功課,就是明白了女兒 你發覺,第二件案子的阿亮 父母經常叫她做功課 她反過來,我現在每天叫你六十歲做功課 做三個小時,你做不做? 她自己也有很多憤怒 我們要去了解一下她的心裏 然後父母可以說第三件事 如果父母要改三件事 你覺得我哪三件事可以改? 好像你低頭一樣 那些小孩子最開心就是你低頭 說了三件事 當然有些不合理的,你可以再說 合理的人就說,好,有三件事 然後爸爸很想開始明白你 我也知道過去是不明白你 現在是不明白你 謝謝你告訴我,我可以明白你 你又叫我改三件事 公平起見,你自己改三件事 你這樣埋下去,大家都好 所以親子關係 一定來自一個用時間 而且是要培養大家的心靈接觸 要培養大家的心靈接觸 謝謝大家